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路当中 去买冰淇淋 红茶啊 然后五十兰的两个妹妹啊 这感觉好像动漫里面的人物一样 是那种动漫女主角的感觉 磕磕气气的 又漂亮亮的 台北果然就是让我心向往啊 可是我讨厌人多的地方就是 就是了 超有自信的那个面线店老板的店 就在这边 他已经收店了 就不在了 龙山市这边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有好多老人哦 这老人聚集地吗 我来这龙山市了 好白面哦 在龙山市里面绕了一圈啊 感觉蛮庄严的耶 就是 大家都是那种 深深的很虔诚的信仰在 拜的感觉 感受到他们的那个虔诚感 龙山市旁边这个市集啊 感觉好像是很多人 把他自己家里的东西拿出来卖 来出来摆的感觉 跳蚤市场的概念 不过都是一些 老先生的那些东西 老先生他们家的东西 自己的鞋子啊 然后工具啊 然后 微波炉啊 佛像啊 玉佩啊 碗啊 自己的外套啊 鞋子什么的 太奇妙了吧 这个市场很奇妙 头表啊 包包啊 水壶啊 各种 还有古铜钱 钱币 还有看到底股 就是各种 泡茶的 可以吗 还有旧的卡夹 卡带啊 光碟啊 佛珠啊 太特别了吧 神秘的地方耶 那个女生穿超辣的 一直看着我耶 怎么回事 嗯 这里太有趣了吧 龙山市的地下街 地下街真是蛮聪明的一个发明啊 不用担心风雨 天气都可以做生意 西门丁 西门丁晚上比较热闹 因为白天人很少 西门红楼 第一次走进来这个地方 原来是古迹改成一些文创小店的地方啊 今天晚上好像也是会很热闹喔 好像很酒吧的感觉喔 还有一个观察就是台北人很多啊 不管他长什么样子都会有自己一个独特的造型耶 他当然也是有一些走了比较极端的什么全身粉红色 粉红大怪物的也有 不过大部分的人都有造型 就觉得很会 很会自己打扮 这边流浪汉也特别多耶 好多喔到处都有 听说西门丁这边很多怪人出现喔 我来过好几次啊 没有遇过特别恐怖的啦 这次来寻找看看 时间还太早喔 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奇怪的 还有面线耶 365 可是我真的吃不下了 不行了 我刚才我晚上还要聚餐啊 果断放弃 这个杂坛就叫做台北两日观察日记 我想要的梧桐啊 其实已经算是解封了啦 很多人也都开始没有在戴口罩 那时候刚开的时候 排队排爆了一个那个Donkey 我在日本常去喔 我之前去Donkey啊 在日本的时候我告诉我的日本朋友啊 所以他就说你怎么会去那种危险的地方 我说Donkey很危险吗 然后他就觉得Donkey很乱啊 东西都摆在一起啊 然后就反正不是一般日本人会逛的感觉啦 就少就是我认识的日本人 他们不太会去逛Donkey 就是都是很多外国人去扫货这样 尤其一些东南亚的啊 亚洲人 听说他们的吉祥物要换了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要看到一个小粉红庙 这个算奇怪吗 这个应该不会不奇怪喔 好啦差不多就关到这边了 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时间差不多五点 然后开始有一些怪怪的人出没了 但是我也差不多要走啦 那我也有可能是其中一个怪怪的人啊 结果这个都没人啊 到了住宿的地方了 现在休息一下 等一下晚点要个Leader聚餐喔 这边还蛮不错的 虽然是那个backpack的那种淋浴间 他自己一间房间里面 会有一个淋浴间跟那个厕所 然后刚才打死了一只蚊子 哇那只蚊子超多血的耶 超夸张 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驴者蚕死在他的嘴中 无人的交离厅 这是什么漂亮的东西啊 那间店到底在哪里咧 如果不是导航的话 在这边一定没路 什么9弯18拐啊 这里 找到了耶 这个啊 是哦 看起来很厉害 台北就是像有事没事就飘雨啊 哪一个啊 哪一个啊 厉害哦 我们要严肃的很认真的吃他 不能随便六天魔王啊 当了六天的魔王 对他还烧到这边 第六天魔王是那个谁 什么意思啊 那个 第六天魔王就是知田信场啊 自称魔王啊 第六天魔王哦 他闻起来有点中药的苦味 然后喝起来确实也是各种苦 他集结人生的苦在里面 真的真的真的 这很中意 对啊 他还有咖啡的苦 然后还有金巴力的苦 然后还有 烤过的那个 农烟 这是不是要丢进去啊 嗯 是啊 还有威士忌 还有琴酒在里面 我觉得还不错耶 猪炸广岛牡蠣哦 猪肉还是 啊猪肉猪肉猪 猪娃皮鲜贝 哦 看一下多厉害 什么乞丐缺头 哈哈 奇怪 是不是吃掉的一个特别的酒 南蛮鸡哦 南蛮海盗来袭哦 来哦来哦 来哦 夏天 秋天 水冬 舞 水冬 沙泉 水冬 海湯 海湯 和海湯 海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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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了 出门見影 有点小飘雨 观察一下决定回去拿外套 太冷了 卓庄出发 這種有點轉涼天氣讓我又更接近過年的感覺了 就想到小時候過年真的就在家裡耍飛打GAME 那種很愉快 無憂無慮的快樂 那時候還在玩 好像剛剛國中的時候還在玩惡靈古堡什麼過年 然後昨天也跟Leader聊到一個就是我覺得 真的人越活越老到一個歲數之後就慢慢的會懂得對一些不能改變的事務妥協 就是會更坦然的去接受有些事情的結果 就比較不像以前年輕的時候就覺得說很糾結很堅持 就覺得說怎麼會這樣啊 想要改變 或者是會特別的想不開這樣 現在稍微坦然一些啦 今天來進行台北觀察日記Day2 第二天 第一站就是 萬眾期待的上文早餐 我都一直說他是亞文早餐啊 吃飽了 剛才在鍋貼啊 我記得上次吃有這麼爆漿嗎 今天吃超級爆漿的 然後那個我對面啊 剛好做了一個陌生人 一個男生 然後他 因為生意太好的關係啦 所以他跟我並坐 那結果 我在吃的時候啊 他就一直爆漿 一直爆一直爆啊 然後在殺尿一樣 在鍋底 然後在殺尿一樣 然後我就想說 那個人會不會覺得說 對面那個怎麼吃起來這麼噁心啊 我想說心情怎麼有點當 原來是旁邊那個大媽在那邊跳 這裡現在有宜蘭的那個鮮肉糖包耶 神奇 哇這是分店 哪有這麼剛好的啦 我其實我吃完早餐之後吃不下 可是又剛好看到我想吃的其中一間麵線店 痛放棄了 因為我覺得實在是狀況不好 就是太飽了 太飽了吃東西沒味道 在台北還有一個感觸就是啊 到處都有人在抽煙耶 然後大街小巷到處都是煙味 有點討厭 是不是大家壓力都太大了 不抽個煙不行 煙地啊 就是都會亂丟 可是今天早上也是看到一個大哥在那邊 抽煙抽完 直接隨手一扔 把他煙地扔到地上 就是台灣人的水準 有在加強 隨便看到一堆煙地 結果在那邊看煙地 看著看著 竟然撿到兩塊錢 是什麼回事啊 北觀察日記Day2 看煙地撿到錢 不愧是理財高手啊 說到撿錢啊 就我老友 跟我之前一個同事 他們都說地上的錢不能撿 為什麼 是因為有些人 會把那個錢啊 下詛咒 哈哈 然後撿走的人 就會帶走那個詛咒 所以我 有一段時間都不敢撿地上的錢 所以我就算有 就算我看 現在就是覺得打破迷思了 我不想要 因為信 信則有 我不信則無 不要隨便撿地上的紅包 這是台灣的民俗傳說 地上紅包裡面 有什麼頭髮跟指甲 你撿了之後 你就冥魂成功了 有個很復古的 那個 來到這邊啊 當年那個花火的印象又出來了 花會佛蘭 那我拍啦 這條路也走過好多次 還是 這些人我全部都不認識耶 我只認識 我只知道一個詩明德啦 然後 沒有羅門啊 什麼季璇啊 亞璇啊 那些都沒有 我喜歡的詩人都沒有 因為覺得自己有點像流浪漢 在這裡啦 台北花博 我曾經來過兩次 不過現在是不是停辦了 下面留言告訴我 花博是不是停辦了 雖然這資料我自己 隨便上網查都查得到 這公園感覺真的蠻不錯啊 好寬廣啊 很適合在這邊放空耶 好熟悉喔 我之前也是在這邊 入場的地方嘛 然後還曾經在那邊拍過照 好 我現在的目的地就是那個 台北市立美術館 曾經去過一次 那時候印象蠻好的 然後因為它有可能會有很多新的展 因為已經事隔多年了嘛 再去看一下 因為在台中我本來就會去看一些 呃 美術館的展這樣子 我看到很神秘的太極拳耶 他們在練武功耶 什麼太陽繞 衛星繞的太陽轉 這樣互相圍繞對方 欸不對 應該是行星繞的恆星 衛星繞的恆星的感覺 衛星繞的恆星的感覺 衛星繞的行星的感覺 有點像 這裡很多麻雀耶 超多的 可能看不太出來 不過真的超級多麻雀 我剛才靠近他們全部都飛起來 我來看一下麻雀是不是有傳說中的那個 大屁屁 我來尋找一下 欸有點看不太出來啊 反光 欸他們又在那邊飛那麼快 手機沒辦法放得很大啦 欸我看 我用肉眼看是看到 看到屁屁也沒錯 可是不像 網路上看到那麼的屁屁耶 就比較長一點的屁屁 長屁屁 這樣講起來很像變態一樣 怎麼一直在看麻雀的屁屁 商業 商業 businessman在講電話 爸爸帶小孩 甜蜜的負擔 昨天Leader說 他對他小孩有一種 無限 無窮大的愛 啊 這種感受 他說實在是 讓他自己也感到震驚 風好涼喔 好舒服喔 可以在這邊休息一下耶 我在這邊休息一下好了 那天氣還蠻好的 不然台北都一直在下雨 早上也下雨 讓我擔心了一下 我帶雨晨 結果用不到 觀察到小朋友 大人出來遛小孩 拿到跑步跑得很累的感覺 光頭大哥 這個人是不是很困惑說 那個橋不能過去啊 被封起來了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把橋封住呢 這個人怎麼怎麼會 喔 台灣真是個美麗的地方 啊 我的腿快斷了 等紅綠燈 這樣大家晚上都看得到我啦 新型態的餅乾 來這一筆有橋可以過 黃巴林跨領域靈光出現的時代 我記得很多年前來這邊的時候 前面這邊布置得很漂亮耶 現在好像全部都撤掉了 之前還有那個噴水霧啊 很漂亮的一個回憶 原來就是暫時的啊 剛好有展這個 黃巴林翻藝術與混種 全球化身分認同 共抗惡 行為藝術啊 有時候除了是個人的 癲狂的表現之外 也有可能是他們有些東西 不想要直說 就想要透過他們的行為去表達 他想講的事物 然後不要換上任何的延遲 有更多的張力跟想像空間 這就是行為藝術啊 對我來說 這種圖我給你一種 把一群根子聚集在一起 1871之後就戒嚴了 台灣走向了新的體制 脫離權威式的單軸縣敘事 1986年就戒嚴時期的時候啊 一群男女在台北舞車站的地下道 用肢體代替言語來進行表演的時候 到警方取義 在當時是不行的喔 天安門血腥鎮壓 然後台灣向 中國最靠近 最接近民主的時刻 就是一些瘋狂的人啊 日本的前衛五大社團 白虎社 也就是說白虎社嚇哭小孩驚呆大人 情況意外熱烈 釋放內心感性的老虎啦 打破日常生活的壓力 這個廣告有社會體制的批判 然後還有對時事的尊點 想說有看過這個廣告啊 這個表達什麼呢 這個表達什麼呢 手足 安毛流浪的異國的一個作家 他有一種流浪的浪漫的感覺 邪蛇也太可怕了吧 寫超好的耶 就是到了中美斷交的時期 戒嚴的國際啊 政治的新局面 所以我們重新思考政治歷史跟認同的問題 還有中國文化重新認識 還有全球文化的對話 這寫得真的很好 沒在怕的耶 這是在澎湖馬公十里 十里海灘 之前我也在十里海灘玩 有什麼意涵 有點恐怖耶 好電影畫質也太好了吧 1971年退出聯合國之後的一連串外交挫敗 讓中華民國 原本代表全中國的聲稱呢 被戳破了 所以變成我是誰的身份認同 就是產生了疑惑跟矛盾混亂 假面識破把情感流露出來 在台灣 神秘的空間 就有一系列的禁歌啊 這些人很多都在講一些 他們的一些小故事跟理念的東西耶 這很值得一看耶 可是我超想上廁所的 感覺那個狂八零不是一時半刻看得完的東西啊 自扮演一個角色讓他想要的事情成為事實 文字的論述的方式讓他到位 這樣紀錄的重要 曾經在這裡做過的這件事情 香港電影1979年就已經起來了 發展了非常具有實驗性的作品 80年代的很多民主運動打破權威 各種運動 那現在的台灣就必須要去反思 從歷史裡面 去避免自己走回頭路 那這個就想到 昨天跟Leader聊我們大學的國文老師啊 他竟然還記得他名字叫鍾與斐 然後覺得 對耶這個名字沒錯 然後喚醒了我的一些記憶 然後Leader是說 他覺得那個老師是算他的啟蒙啊 就是文學啟蒙 就是去教我們如何去解讀一些文章裡面的影域 暗語跟一些想法 然後我是跟他講說 在某個程度上我會覺得有點過度解讀了啦 因為我自己本身呢 在看一些作品或是電影啊 的時候我就會去思考他的弦外之音是什麼吧 如何被看見被知道被認識 接著被認同 然後得到贊助跟支持 國外的表演方式對台灣來說太遙遠 但是他表演的形式是非常精彩的 像花季一樣 時間到了 氣溫季節到了 就是百花盛開的感覺 神秘的空間感 有一種假的大自然的感覺 一些奇特的觀察 唯一的裝置 想要表達什麼 我覺得這好像在任何工地都看得到的東西耶 還有一個發展 會用誦神秘的空間感 和聲鼓勵 焦接著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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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台北怎麼這樣忽冷忽熱的 真的到處都在抽煙啊 會不會在台北買煙是免費的啊 人人有煙抽 到處都看到一堆人在抽 吃那個早餐之後啊 蘿蔔糕跟煎餃 到現在下午一點半呢都還不餓 逛完那個80 黃80之後感覺累了 看街上任何東西都覺得是藝術品 這也是藝術 藝術 藝術 裡面有一個紅花 藝術 一個髒的藝術 藝術啊 空蕩蕩的藝術 藝術 藝術 畫廳裡面的一個飲料包裝 藝術 藝術 這個一定是藝術啊 想逛這個耶 東南亞食品 這邊還有兩間 嗯 下次好了 來到了秦光市場附近了 這邊要來吃一間麵線囉 感覺蠻熱鬧的 在哪呢 像是在這條路上喔 我來找找看哈 魚 海鮮 這條其實蠻多吃的耶 這條其實蠻多吃的耶 好厲害喔 這邊就很熱鬧了耶 在哪啊 我是不是又走過頭了 欸是這個嗎 是 喝喝喝喝 人老了之後就是真的這樣走的時候 我就覺得累累的想睡覺 是不是在這裡啊 我看到人潮啦 聽說總是在排隊的 啊果然就是啊 來排吧 怎麼一走來就加二 吃飽啦 我發現啊有些小店啊 你去介紹它 反而沒什麼人看 然後像這個麵線傳奇啊 有兩千多的評價 那我來看看介紹它會有 這個影片會有幾個人觀看 看這個觀看次數 是不是能夠比較像樣一點 吃飽喝足了 下一個目的地就是去喝 雞尾酒啊 Leader的介紹啊 那一間酒 來去喝喝看 那間雞尾酒的調酒店的位置 就在之前吃那個麵線店旁邊而已耶 超近的喔 聽說到處都是客宅麵線店了吧 這裡有一間天祥 啊不過怕好像沒開這樣子 我走累了耶 這裡的U-Bike是怎樣 很熱門喔 我走累了耶 我走累了耶 這裡的U-Bike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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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熱門喔 我買了這個伯爵雪莉醋雞尾酒 酒精濃度11.5 糖漿 喝起來感覺有點像感冒糖漿耶 嗯 跟我想像的完全不同 今天的介紹啊 在Google上面大家都說 買了就可以到對面公園喝喔 什麼的 就覺得大家留言都類似耶 感覺好像機器人留言一樣 我還是不適合雞尾酒啊 我發現台北真的很多商業活動耶 我剛才在這邊坐著發呆啊 然後就有一個人來跟我推廣他們的 覺得這裡商業活動果然很厲害呢 不虧是台北啊 最近很多Youtuber為什麼他們都要說 哈囉大家好怎樣怎樣 我就覺得這個是啾啾鞋 啾啾鞋的專門手勢吧 後來他們很多Youtuber也都這樣 那種MAGIC 我剛才口罩上那個是水喔 我剛才喝水喔 不要誤會喔 然後我還發現耶 就是一般人接受到陌生人的邀約 的推銷的話 第一直接都是先拒絕 然後我完全不想聽你講什麼 就說我不要 然後銷售員的技巧就是 無視你說你不要 然後一直持續介紹他要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我們就會莫名其妙 把他要講的話聽完 然後聽完可能就會去 去完成他想要的目的 像我剛才就是這樣被推薦了 還是來去看一下書好了 不要把我的書帶過來這邊 然後偷偷扔進去 那種隨意拋棄嫌疑啊 不過欸我可是絕版書耶 不會再出了 我覺得 我覺得男生的小便斗上面 我覺得男生小便斗裡面啊 放了一個那個設計一個 不要把小蒼蠅 這是蠻聰明的設計 因為你就會想要把它 設在那個蒼蠅上面 那也增加了大家的瞄準力 那就比較不會尿到處都是 那女生可能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這裡又是哪裡 不過他們還是照睡不悟啊 沒有在反對他們啦 只是看到一個生態這樣 這邊都是上補習班啦 想到我國中的時候 也都是想跑補習班 台北觀察日記 Day 2 是最後一個晚上 先看出去尋找我的晚餐 剛才在床上躺著 然後滑手機 花了大概快一個小時 找不出一個想吃的東西 常常都這樣子 我想到啊 就是Leader他在台北這段 也住了大概四五年了吧 然後他說他很討厭台北這種擁擠的生活 可是我從我客觀的角度來講的話 我覺得會有很多機會耶 就是你身邊的人啊 都跟你很近 就很容易就遇到新的世界 就很容易就開啟新的世界 那前提是你的心胸要打開啦 就你願意去接觸這個世界這樣子 走錯邊了 NO欸 如果你是那種外向的啊 願意去尋找機會的人啊 這邊的機會真的會比其他地方還要更多啊 我是這麼講的 我現在的想法就是啊 直接找 直接看 不要再那邊查了 因為每次查都沒 查不出一個所以然 直接看看有什麼店好吃的 然後那個 我本來在看那個伊勒炸雞啊 本來有點想吃 就是之前那個什麼 好像叫孫榮吧 還什麼的一個Youtuber 一個韓國Youtuber 他有介紹說 喔這個雞對了 這個好吃 然後後來我又看到另外一個Youtuber說 不好吃很乾很柴 沒味道 那我就覺得 哇這兩個人 講的東西完全是互相對立啊 到底我要聽誰的 我想他算了不要吃好了 怕我吃到失望啊 我都拍太靠近我的口罩了 好像都在拍口罩一樣 應該要拿高一點 最漂亮耶 竟然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警察局佈置得這麼漂亮 是怎麼回事 Happy New Year 不錯喔 不是很想要離職嗎 結果我今天在那個 成品地下書局喔 地下書街 無意間看到一本書 裡面就提到說 你不要沒有準備就辭職 這是最笨的 他裡面說 像攀岩一樣 三點不動一點動 你不要一次就全部放開 這樣很危險 說了也是 這時候不要太衝動 好好想一想 可是我很怕 我這樣一想一想 一年又過去了 這樣是不是覺得有點廢 該如何是好呢 前面又是西門町耶 還是我們要 吃飽飯再去西門町晃一下好了 是一個好選擇 這個這一看就是 一看就是沒有要禮讓路人 來 你來 一堆食物可是不知道要吃什麼 有一點那個一中街的感覺 一邊可以開到這麼大一間喔 會不會有點太奢華了一點 蠻漂亮的 沒看過這個耶 應該是新的喔 西門元寺廣場 日據時代的西門元寺 下一碗 吃不到 感覺好華麗喔 好香的耶 光大咖啡 到了晚上就會有很多怪怪的人出沒了 我們來找找看 哪裡有怪怪的人 連拉克都感覺很恐怖耶 這種感覺超可怕 殘住女性 晚上就熱鬧多了 人很多 怎麼沒吃到 那個衣服 就覺得是很快 在優惠 老闆 女性 我喜歡 第四季節 走回住宿的地方當中 跟Leader聊了促膝長談的一波啊 得到了一些小小的想法啦 真的是每個人都有各自煩惱的事物嘛 試著給自己一些挑戰啦 給自己設立一些挑戰 人生才會過得比較 人生才會更精彩一些囉 我來想想看可以給自己設立什麼挑戰 明天可能會逛一下美術館 然後再去逛一下酒磚 看有什麼酒 Leader講了一個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他就是之前看了一個不知道誰的文章啊 他說 好像鳥飛進籠子一樣 他覺得這個句話很能夠形容他的生活啊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像一隻鳥飛進籠子 那我覺得我就像一個死命抗拒 不想飛進籠子的一隻鳥啊 不過他講的很好玩喔 他是說啊 不是他要飛進籠子裡面 是籠子來找他 飛著飛著不知不覺都在籠子裡面 我覺得這個講法也蠻有趣的 神秘的睡草什麼 用那個什麼 指板稍微蓋一下身體啊 美好的早晨 退房前往板橋 吃個麵線逛一下 就準備回台中了 台北觀察日記 Day3 準備要結束了 剛去7-11買豆漿啊 超神奇的 我就說我要商品卡 然後他就說 喔太好了 很棒很棒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 我說為什麼 為什麼很棒 然後他就講不出所以然 到底是怎樣 我感覺忽然間瞬間 來到那種兒童教育台 幼幼台 就那個店員 一個女生 就好像在鼓勵小朋友 這樣跟我講話 而且 這間店怎麼那麼特別啊 反橋到了 在反橋這邊 附近有我想吃的兩間店 包包裡面有三瓶酒啊 超重的 這樣走路感覺好像在重訓一樣 我是來台北訓練的嗎 我是來台北訓練的嗎 老師的店在那裡耶 那女生原來是跑著去排隊啊 哇 怎麼回事啊 有 有這麼機會難得嗎 我是不是要跑一下 去叫老闆不要加醋的話呢 就可以用吸醋大法 吸一些醋掉 一眼就排起隊來了 台北也太熱了吧 感覺比台中還要熱耶 怎麼回事啊 OMG 好苦行僧耶 他又發現了還有一間耶 沒創意耶 幹嘛取個深夜講堂什麼的 這種的我只能靠U-Bike 你不知道會很天才 好這樣跟我們一樣好騎啊 傻瓜 正規一點好了 出發開始我們反橋之旅啦 反橋半日行 下一個目的地呢 就是反橋唯一景點 上網查得到的唯一景點 什麼圓的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去啊 這紅燈也太久了吧 綠燈了綠燈 滿橋區公司 空中 技巧高高 這有一些人過馬路真的都沒在看的耶 雙手飛在後面過馬路 你找到哪都有啊 前面有一些什麼 旺旺滷魯衛科仔麵線 其實我已經有選定了幾間了 所以我沒辦法看到就吃了 這邊我今天是隨機漫游面線之旅 否則 否則我的清單上面的都吃不完了 這邊會喊著去吃旁邊那些隨機看到的店 一直騎過頭了 騎這個就很愉快 我超討厭這個叮噹叮的 有些騎腳踏車的 沒事在那邊叮我就很想揍他 旋轉左側把手他就會噹一聲 因為我很討厭這個聲音 所以我會不喜歡去按別人 這種聲音很白癡耶 當然是提出警告是有必要的啦 有些確定情況之下 可是有些人就是想到就按 很討厭 因為工具 工具交到錯誤的人手中 就會變成討厭的東西了 原來今天是板橋 板橋U-Bike之旅啊 大家也知道 板橋逸文特區 欸 逸文特區耶 大家看一下 去逸文一下 哪裡是你所說的疑問的區 都在簽名 欸可是這樣我又離我 原本要去的地方很遠了耶 我剛剛先去我在想去的地方 板 這個人就是齁 我用走的好了 我用走的好了 靜止玩寶可夢 這蠻漂亮耶 很有氣氛 本來是那個 以前啊 大戶 走的地方 打官閒的櫃 太酷了吧 這什麼地方 大附都有古人在走來走去 很特別耶 很多古人走來走去 古人在走來走去 很特別耶 下面很多東西可以看耶 如果不能進來這個古宅看的話 我覺得它甚至比在澎湖看到的那些聚落 還要沒東西耶 這邊都在做工程 所以都很大一塊都看不到東西 好像沒有魚耶 魚太神秘了吧 一條魚都沒有 看點鴨子 睡覺的鴨子 就這裡很像那個天珠倫凱泉 裡面他們在潛行的地方 就是進入那個豪宅裡面去 執行暗殺任務 但講還是蠻可怕的啦 沒有講到那麼可怕的意思啦 就覺得說 好像呢 可以想像到以前古人啊 在這邊走來走去 吟詩作對 寫寫詩 的生活啊 文人末刻啊 的那種生活 這邊這個廣場還蠻讚的耶 看一下 定進堂 定而 後 能進 這個以前的宴會場所耶 很酷耶 欸 我真的覺得說啊 這個東西 如果你沒有一個導覽的話 你會不太能夠融入這個氣氛喔 除非你自己有做一點小功課 什麼古時候這個門都有這種門檻啊 都要跨才能進 那關人家說門檻門檻的 真是有它由來所在啊 導覽耶 剛剛一靠近那個老人團 導覽團 就聞到濃濃的 Salon Pass那種 酸痛藥膏的味道 我很會抱怨 反而這個小水池裡面有一些雨耶 這花也太特別了吧 人龍伯 太荒唐 豪上 什麼 什麼貝拉 一兩 寂 一兩旺 亂捏一頭 這神秘的龍子耶 龍中鳥 這裡的建築會給我一種 有一種封閉的感覺 好像就是真的被關起來的那種感覺 十幾嗎 全無告知 不能上去 這裡曬一下太陽感覺是蠻舒服的啦 在一個椅子上 坐在完全都沒有人 還有啦 有一位 在拍照的女孩兒 除此之外都沒有人 可以在這邊 這旁邊是幼稚園耶 好吵喔 小屁孩在這邊講 這次印證呢 要跟人互動才會有記憶點啦 我剛才跟那個導覽大哥聊天 就聊說 為什麼古代人都要用那些門檻啊 讓人家進門的時候 要這樣跨啊 不會很不方便嗎 然後後來他說 其實這就是以前啊 那個人啊 他們為了讓 來訪的賓客 對主人有那種敬意 所以他就故意做這個門檻 因為他們以前的人 就是長跑馬掛嘛 你就必須要撩起你馬掛 然後跨過那個門檻 有點蹲下的感覺 就有點像鞠躬 那這樣就是對主人有一個敬意 然後啊 他其實 來訪的賓客他也有分等級喔 就是 比較高階的客人的話 他會開門讓你進去 那如果說 你沒有那麼高級的客人的話呢 你就必須要繞路 哇喔 這什麼地方 好涼好酷喔 你就必須要 你就必須要繞路 繞旁邊 然後他們才會說所謂的 旁門左道就是這個意思啦 然後 然後 比較得高放重啊 跟主人的位階 相同的啦 他就可以不用繞這麼多的路 有的甚至呢 可以直接打開大門 從中庭 聽堂這樣 直接進去 直穿中堂 所以還蠻有趣的 有些以前的成語啊 跟現在的一些造成 以前的成語 變成了現在的一些 以前的行為啦 變成現在的成 以前的行為 變成了成語 然後所以成為我們 其實大家是不是都是跑到這邊來cosplay啦 這是他們cosplay的景點吧 剛剛拍了超多主照片 還換衣服耶 就是混搭嗎 還是紀念照 來去吃個飯 吃完飯之後呢 再回來看那個 古宅的搗爛 遠遠的我就聞到了香腸味道了 哇 不知道會有很多人耶 好麻煩喔 這邊是大家拍照的景點啦 拍照店 又有一個 一個新的金銅玉女 展示著古人的壁咚 展示著古人的滑手機 這上面竟然有刻字 準備去參加導覽了 我覺得如果要叫我穿成這樣 然後在觀光景點拍照的話 我可能要喝多一點酒 把那個尺度放開 有時候我幻想到 藝人在上節目的時候 有時候那種嗨過頭啊 我都覺得他們是不是嗑藥啊 就是嗨到有點不正常你知道嗎 然後會撒消那種 那個取景的角度 在取奇怪的角度喔 他在取哪個角度 我很懷疑他在 現在就出發 前往客運站 準備回台中了 台北之旅呢 第三日結束 準備 離開 台北觀察日記的結果呢 什麼呢 心得就是 心得就是 不要沒事買酒 好重喔 我要帶回去台中啊 這樣我很難行動啊 反正就是朝這個方向 繼續前進 就可以 去到我想要的地方 希望可以平安 這個方向一直 大來不戀 大來不戀 大來不小心 大概 大振興 有個男人 我也不想啊 你把我逼到這裡來 那個公車真的很美名耶 不知道行假軸車的人很辛苦嗎 每次這邊騎家車可能會有生命危險吧 青圓 差不多了 7 6 5 4 3 2 1 2 3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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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 這個摩托車也太多了吧 可怕 我真的超猛的喔 用那個等車的空檔衝去吃了一個面線 整個超充實行程啊 很慘耶 現在要趕那個發車時間 可千萬別遲到了 上車 整個車只有三個 準備回台中 4-0-9,3-0 登機 8-6-0 3-0 3-0 3-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